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今天呢,也是我是看到了一个这个公子沈发的一个又臭又长的一个声明啊 我说,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写了这么多 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 他是讨论一个叫张雪中教授写的一个这个 至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个这个公开信呢 然后这个张雪中教授啊 我没有听说过 然后查了一下呢 他是这个,相应于是一个被这个一个大学解聘的人 他还是比较敢言的 有一定的这个政治言论的这个主张吧 然后呢,他发了这个公开信之后呢 呼吁尽早启动国民制限程序 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并附上了这个所编撰的宪法草案件一稿 然后一日呢,便被上海警方从住所带走调查 这个呢,其实就完了 很多这个为黑而黑的这个媒体呢 把这个事情就改你发到这儿,就完了 但是他不看后面一句话 什么呢?不过当晚又传出其平安返家 然后呢,中国官方并未做出这个回应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然后很多人呢,就开始消费人的这个张雪忠教授了 首先这个消费的就是公资审 公资审向来是这个消费别人 消费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他在这门写的呢 他不但消费这个张雪忠教授 而且呢,也是这个蹭另外一个人 叫做王健,这个王健,我是知道这个人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个,看过他的节目 但是这个明显的这个王健 他这个阅历啊,还有他这个口才啊,逻辑啊 还是远远要强过这个公资审的 就是起码人家不是为黑而黑 而且人家是看你观点对不对 而不是看你立场对不对 然后呢,公资审就是说这个王健怎么怎么攻击他了 其实人家呢,就是指出他的这个 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说,鄙视下作非准极坏 可能用了一些这个词 结果呢,用了这个背后放冷箭什么 但是这个公资审呢,他可是抓住了一个这个机会 能够使劲蹭一下这流量了 然后就说人家是这个玻璃心 太过情绪化 然后说自己是什么冷静分析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把自己这个平时非常非常这个情绪化的这种风格呢 是按到别人身上了 反倒是说自己是这个冷静分析 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呢,我不推荐大家看这个公子时评的这个 呃,video啊 就是他那个,实在看不下去 如果你是想浪费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 但是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 你想看他到底是不是情绪化 还是说这个冷静分析呢 你可以看一个我的视频 我之前呢,就是总结这个公子时评对这个Ston G的爱恨情仇 我把链接发到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公资审是如何通过这个 骂Ston G 而且骂的呢,也是非常非常充满仇恨的那种感觉吧 他跟我批判Ston G其实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说那些话 那些话说实在的,我真是说不出来 然后他说的这很多话呢 就是让人很难想象到是一个青年人 像一个我们三十多岁人说出来的话 而是呢,一个什么什么敌我矛盾呢 什么什么政治斗争啊 就是特别特别有那种文革的风格的 然后尤其呢,我看了一下他专门发的一个这个视频 我真的是汤姆接受,我们一起听一下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而且王杰先生在别人提到我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回复 他说,对于观点我不管谁说的 也不管他的立场 我只管观点对错 抱歉,恕不难理解 这个就是我一直所说的 我们这个自媒体人呢 就是应该看你,就是论事 看你这个观点,对不对 而不能说完全是凭立场 所有的那些这个支持中国的人 你全都觉得他们是坏的 他们所有的说全是坏的 而所有那些这个反对中国人 你觉得他们全都是对的 所以这种完全是以立场而盖过观点的呢 我非常非常这个吃惊 这样的一个这个青年公子沈 竟然觉得就是应该的 以立场为先 而不是说应该就是论事 看观点 而王健先生呢 显然是一个比我们大一辈的人 人家这么多年了 都知道做了很多年这个媒体节目 他都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对错 而不是说简单的以这个立场来评论人 但是这些公子时评是怎么说的呢 什么叫做不管谁说的不管谁的立场 如果谈论政治的话 我们当然是要看立场的 比如说我看一本书 我首先要看这个书的作者是谁 这是谁写的 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他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再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而我看到他讲的有道理的时候 我要知道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所以他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首先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 如果你根本就不管这个人立场如何 你看他的观点的话 你就会犯很大的错误 你就完全是是非不分 你完全是敌我不分 大家听见没有 我很难想象现在一个21世纪 2020年的一个这个 可以说还是一个青年人吧 30多岁的人 竟然说这个什么敌我不分呢 这个是非不分 这样非黑即白 我觉得当年就算是完全受这个共产党教育啊 传统教育 哪怕是文革时期教育的人 现在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都非常难以理解 我们再看怎么说 政治斗争就是敌跟我 你首先要划清界限 谁是自己人 谁是自己的敌人 对不对 这完全就是这个文革式这些话语 现在呢我们本身就是自媒体呢 是讨论哪些事情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或者说通过这个发生的事情 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来进步 应该有一种包容思想 而这个公司审年纪轻轻的 竟然完全把这个当成这个政治斗争 这个你死我活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中国的青年这样的应该还是比较少的 哪怕就是国外反共的 像这么极端的人 我觉得也是比较少的 就是幸好啊 我身边还是比较少见这样的人 而且我觉得 幸好中国社会呢 没有太多这样的人 否则呢 再经历一场这个文革 也是中国的社会的这个很大的不幸 大家看他也承认共产党说的话 很多是对的很有道理的 但是呢 因为是共产党 所以呢 我一定要黑他 就是这一次 哪怕你说的对 我也要黑你 立场 重于这个观点 你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共产党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跟共产党站在一起 你是不是要多多支持一下胡锡进同志 胡锡进同志讲的一些话也是很正确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讲 非常有道理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那你王健如果不看立场的话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 那你支持这个胡锡进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所以我看到王健先生这个话 就能感受出 他的这个浓浓的这种 书生之见 这种迂腐的感觉 这是一个政治斗争 这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家天天没有 像现在什么样的人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政治斗争 你死我活的过程 哪怕是非常非常极端的 像这个西方民主制中 特朗普这样的人 极端的人 他们都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但是呢 一个号称在这个香港受过教育 在加拿大受过教育的人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在这个 YouTube上这个大放厥词 而且觉得他真心觉得自己 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这个立场 是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呢 我也是罪了 这不是跟你讲 他的是坐起来 谈经论道 这不是在大学校园里头 教授跟学生互相的辩论 互相的这个智慧的交锋 可不是这个 共产党绝对不会跟你讲 什么观点的正确与否 他就给你看立场 你是反对他的人 你讲的再有道理 对不起 直接亲征监狱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事实啊 我们也知道了 人家这个张雪忠教授 被这个带到这个 公安局调查一下 当晚就回来了 但是现在呢 很多人呢 包括这公死时评 也是不说 人家当晚回来 而是说什么 秦城监狱这些 其实呢 也是一种这个 对这个观众的一种误导 这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不对 我想呢 如果张雪忠 真的是被判了死刑了 关到监狱里面 而关几十年 那肯定公子时评 是最开心的 但是呢 他当天就回来了 你就没法消费人家 没法这么理直气壮消费 反而呢 是我们这些观众朋友 比较替这个张雪忠教授 感到这个欣慰 我们再看他怎么说吧 这个错误什么的 这完全是你自己的观点 这个世界呢 我早就说过 并不是说非黑即白 就好像你做自媒体 你可以是比较支持中国 你可以说是比较反对中国 这个呢言论自由 YouTube上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你并不是说 所有的 中国做的全都是错的 对吧 也不能说美国做的 全都是对的 我看到中国做的不太好地方 我也愿意去批评它 批判它 对吧 而美国做的好地方呢 我也愿意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看我们中国能够 学习到哪些 就是取其进化 其糟粕 只要这样才能进步 而上去呢 你把它这个黑白 完全都定死了 这个立场完全定死了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前进动力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局限性的 因为邓老平都说过 这个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如果老邓当年没有这样 这个解放思想持久式 怎么可能带来这个改革开放 还有之后的这些变革呢 人家没有侮辱他 在他做的节目的过程中看到 他说我是很下作 就非常情绪化的一种表达了 我觉得 我觉得呀 这个公子时评 才是在这个节目中 一直都是非常这个情绪化的表达 尤其是对于这个 斯东记啊 那种羡慕嫉妒恨啊 那种心理不平衡啊 特别瞧不上人家 竟然能把这个斯东记 说成是共产党的大外宣 你说这样 颠堡黑白的一个人 是何德何能 给我们讲这个是非对错呢 立场是否对错 这些我觉得 实在是一个笑话 没有什么意义 给别人看笑话 我们分析问题 就是要看我们这个 具体的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所以王先生说要取关我 而且他已经取关我了 但是我不会取关王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王健先生 跟我立场是相同的 我从来没有取关任何的 或者是屏蔽 任何的跟我立场一致的人 即使我们的观点是有差别的 甚至千差万别的 但是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我不会对你 像对那些五毛 那些小粉红一样对待 我是比我划分的很清晰的 我是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的 又是说这个比我矛盾 然后说这个跟王健立场是一样 因为可能王健先生和他都是比较批评中国的 所以他觉得立场相同 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这样批人的王健说自己是非常非常客观理性 说人是情绪化 但是我们看到的 王健根本就没有说 节目我查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提到他 是他说的事 反倒是这个非常情绪化 所以呢他说 他也承认呢 就说只要是立场跟他不一样的 只要不是像公子水这样 就是完全是反对共产党的 他呢 全都是可以容忍 那言下之意呢 就是说 跟他不一样的就没法容忍 这个呢 我们也知道 因为你看所有的这个公子时评 下面的这些这个 这个 comments啊 这些评论呢 凡是反对他的 全都给删了 当然我也没法弄 也把我拉黑了 对吧 这个他不给你 就是跟他那个讨论的任何的机会 你还不如把所有的这个评论全都删了 你只删 跟你这个立场 不一样的人 这显着自己好像还挺这个什么的 挺这个民主的 你还不如就是像死农季一样 一架全弄了 得了 不像王蔡先生是完全 一团见红 就是他不知道谁是敌我 他不知道谁是你从于战线的 他也不知道 人的 不知道这个立场的重要性 按他这样只看观点对错的话 那他很容易就站在共产党的那边 替共产党当大外宣了 看现在说这个共产党 是说说人的是共产党 大外宣 之前说这个死农季是共产党大外宣 他就是感觉谁只要不像他那么极端 只要不像他那么反共反华 那全都是大外宣 那我这样肯定也是大外宣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人的 这个你真的是要看这个观点对错 就像王剑先生 他做了媒体几十年 他有这样的涵养 但是呢 反倒是被这个公子时平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 也是一个这个中国青年的悲哀 所以说我觉得 看到这儿吧 对吧 然后最后呢 我想以这个周周侃对他们两个的这个评价 来结束这个今天这个视频 前天我发了一期关于张学忠公开信的节目 我简单的评论了一下 主要是梳理了一下国民制限背后的含义 我大体上认为 虽然现在的社会很荒唐 但是不要忽视了群体的觉醒 跟六十年前毕竟是不一样的 也正是因为现在太荒唐 才更容易催生希望的种子 但是没想到呢 网上居然两个知名的YouTube博主 为此事吵了起来 开始我看到一两个推 也没当回事 后来呢就越吵越凶 起因是公子沈转发了一个转推 说为什么到今天还抱有不可救药的幻想 指的是张学忠的公开信 他认为是对中共抱有幻想 之后呢 王健发了个推说张学忠是英雄 不支持他就算了 不应该冷嘲热讽 还对公子沈使用了像下座小人这样的字眼 自此矛盾开始激化 双方粉丝下场 主要内容一个是攻击对方 第二个是争论 对中共还应不应该抱有幻想 说实话 从疫情的某期节目以后呢 我不常看王健先生的节目 对他人和所做的节目内容是怎么样的 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看过一次直播 他有助手在帮忙拉黑一些意义者 这次论战呢 也有很多人说 王健先生经常一言不合就拉黑就屏蔽 对这种行为呢 我向来是不太赞同 就算油管或者推特是私人的领地 更何况这些博主 都是以反对中共言论管制为宗旨的自媒体 那公子沈呢 本来属于年轻的后浪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关心时事都很可贵 而且形象阳光开朗 思维活跃 语言流畅 立场 鲜明 这个 这个周周坎把这个公子沈称为是后浪啊 我们看算不算是后浪 有时候观点有争议是很正常的 也是广受欢迎 但是就这件事来说 王健对于张雪忠的评价是很正常的 这个我认为不应该有什么意义 张雪忠当然是有勇气 他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 他尽量在国内在正式的场合 用正常的方法 唤起大众对公民参政的意识 这个王健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公子沈呢 纯粹就是说碰瓷假摔 虽然有点像飞蛾扑 但是他做了就是比没做强 这样的行为多了 那中国自然就有希望 公子沈这次的评价呢 语言平时冷静 但是就观点来说 我认为是一个老调重谈了 而且对张雪忠是拔杆子打不着 或者说这种说法本身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伪问题 这种老调呢 以前人们经常听到 说下跪没有用 上访没有用 写信没有用 打官司也没有用 那什么有用呢 这些人也没明说 就是说反正你对中共这个体制 还抱有幻想 就是没有用 但是第一 好吧 这个呢 就是周若坎 这一个这个总结 我觉得说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他呢 也是非常非常不肯定 这个公子沈说的这些呢 就是知道你在 他一直在批判别人 公子沈总是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 但是你有没有给大家一个 就是建设性的一个意见呢 从来给不出来 然后既然呢 这个周若坎把这个公子沈评价为 这个中国的这个后浪 那我们看看 他算不算后浪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鲁迅在这个1919年 这个评价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吧 当时呢 也是在这个五四青年 五四之前发的 题目是什么呢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 然后只给大家看这个最后面的一段 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 就是说 所以我时常害怕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聚火 此后如今没有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倘若有了聚火 出了太阳 我们自然心悦成福的消失 不但毫无物凭 而且还要随喜赞美 这聚火或太阳 因为它照了人类 连我都在内 所以我非常非常庆幸 中国的青年 很少有像公子沈这样 全都是冷气的这种 自暴自弃者留所说的话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解放思想 翻墙出来 看看油管上不同的观点的碰撞 然后自己做出自己的一分总结 而并不是说完全像公子沈这样 以这种文革式的方式来 对你进行这个标签化 而且呢 用这种情绪化的发泄 来对你进行这个人身的攻击 所以很庆幸呢 只要中国像公子沈这样的 这个文革式思维的这种 情绪化的人少一点 那么中国明天呢 我是充满希望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 非常感谢您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